现在国民党阵营当然要猛攻的是蔡英文深陷宇昌的案子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弊端在其中 但是现在出现了乌龙文件 因为国民党提出这一份经验会给的所谓的新市政 宣称蔡英文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 是在2007年的3月31号参加了TimeMatch法说会 有利书送 不过民营党赶紧澄清说 是8月开会的文件 为什么会有3月的日期根本是恶意的抹黑 原来已经有这样子的法人说明会了 那是不是蔡英文准给蔡英文 民进党要说她移花接木 你也要跟我们讲 木在哪里 花从哪里来吧 国民党团上午才大张旗鼓 秀出所谓的英文版新市政 至于蔡英文还是当行政院副院长期间 2007年3月31号就参与蔡英文法说会 有利义诉讼 傍晚期间会主委留意如为了资料稿乌龙时间错字 淡淡表示遗憾 这个部分你再度表示遗憾 不过是也是当初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错误 是有一份民进党那个时候的这个部分的医师 如果依据这个要说我是违照稳书 或是故意造成这样的错误 意图使人不当选 因此要提告的话 那么我要在这边表达 任何一个行的政务 做的职的人都不怕谁来提告 刘云路态度很硬 但这下求了国民党团已经拿乌龙资料骂出去 这个是辩造公文进行政治操作意图影响选举的问题 到底是谁说死刘主委 是到底是背后的高层 绿营痛批马政府容许公家部门以华节目 说台湾法说会英文文件明明是8月 为何国民党版写3月 仔细看蓝绿拿出同份文件 今天会提供给国民党的多了中文备注 上面写2007年3月31号的资料 时间是不是后来才打上去的 这是刘亦录口中的时间措置 因为翻开内容 与会者确实有蔡英文 不过她身份著名行政院副院长 任期2006年到2007年 依照惯例卸任后才会写明任期 显示蔡英文开会期间已经离开行政院 并非国民党指控了3月31号 莫非是我谢国良自己一个一个字打出来 贴在我们的海报上 3月31号是不是贴上去 Key上去要问机械会 国民党令委狠话说得太快 覆水难收 党团尴尬要经济会说清楚 强调蔡英文还是深陷旋转门争议 民进党紧抓马政府错误的乌龙文件 在宇昌争议中找到攻防着力点 台北新闻众道龙城镇和林胜 云投报道